大家好 我是媒体工艺人来自广东台的主播 也是母乳爱工艺项目的发起人 我叫亮亮 谈起九七回归时刻 在九七年的时候 我们跟广东台 跟香港电台 还有澳门台 共同发起了一个叫做 粤港澳普通话大赛 其实这个大赛 就是因为香港回归 澳门回归这样一个大背景 所以九七年是在广州举行的 九七年是真正跟香港台合作 香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 我要学会用英语跟广东话 拌麦一切广言 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在香港台 今次做粤港澳普通话大赛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说 你两个可以太低 就是可以tight一点 就站紧一点 站密一点 就是每一句话 他都会给你拌一两句这个 而且包括当年 Twins不是唱了一首歌叫 室多啤梨苹果城 然后用普通话 我们抱那哥们可是费劲了 室多啤梨苹果城 就是很好玩 所以就是你到香港的时候 他们说的广东话 跟我们广州人 或者是弯居其他城市 是不一样的 更软一点 更 更fashion一点 应该说 那么多啤梨苹果城市